要求各接收单位必须无条件按计划接收军转干部 编制部门先登记 财政部门及时兑现工资津贴 针对进公务员队伍这一热点 他们将安置计划向公务员和政法队伍倾斜 同时通过考试考核进行选拔 使军转干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空军航空兵某是飞机碳商师斗树军 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飞机碳商领域的顶级专家 被誉为战机神医 为了练就一探就准 一测就灵的绝招 只有初中文化的斗树军潜心钻研商前沿知识 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工作品位 对各型飞机的五脏六腑掌握的一清二楚 先后取得了超声 涡流 磁粉和渗透等四种方法的 国家航空维修检测从业资格证 飞机碳商必须做到准确无误 16年来 斗树军探索总结出了 四种先进的碳商方法 它设计的某型碳商仪填补了五分控制 先后为7500多架飞机做过体检 及时发现12起重大负荡的情况 为国家避免三亿多元的经济损失 曾出色地完成了国庆阅兵 重大演习等十多次重大随机保障任务 多次被部队评为先进工作者 七次立功受奖 甘肃省今年将建成1000多所留守儿童之家 让众多农村留守儿童在这个大家庭里健康快乐成长 在高兰县西差小学留守儿童之家 政治工作中要求各接收单位 必须无条件按计划接收军转干部 编制部门先登记 财政部门及时兑现工资津贴 针对进公务员队伍这一热点 他们将安置计划向公务员和政法队伍倾斜 同时通过考试考核进行选拔 使军转干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空军航空兵某师飞机探商师斗树军 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飞机探商领域的顶级专家 被誉为战机神医 为了练就一探就准一测就灵的绝招 只有初中文化的斗树军 潜心钻研探商前沿知识 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工作品位 对各型飞机的五脏六腑掌握的一清二楚 先后取得了超升 涡流 磁粉和渗透等四种方法的 国家航空维修检测从业资格证 飞机探商必须做到准确无误 16年来 斗树军探索总结出了四种先进的探商方法 他设计的某型探商仪填补了五分控制 先后为7500多架飞机做过体检 及时发现12起重大负荡免换 为国家避免三亿多元的经济损失 曾出色地完成了国庆阅兵 重大演习等 十多次重大随机保障任务 多次被部队评为先进工作者 七次立功授奖 甘肃省今年将建成一千多所留守儿童